各位亲爱的父亲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一起参加 父亲30年全球员工的嘉年华活动 那么我也想在这里 跟大家谈谈心 谈一些我的感受吧 父亲30岁了 我知道我们现在年轻的员工 都已经是00后了 很多父亲同学的年龄 没到30岁 其实我也年轻过 我和几个朋友在创业的时候 也不到30岁 那时候也是满头黑发 父亲的历史 是从复旦校园边上的 一个平凡开始的 到今天我们已经发展成为 业务覆盖全球 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 家庭消费产业集团 我们的规模 也最初有几个人的创业团队 到如今我们全球有超过 12万名的员工 我觉得 复兴过往的30年 是值得我们 所有复兴同学骄傲的 那这30年我们一路走来 应该说充满挑战 有过欢笑 也有过泪水 我非常感谢 一路上所有支持过 帮助过父亲的人 是你们的爱与包容 让我们着重成长 也感谢一路上 给予父亲建议和鞭策的 各位朋友 是你们的帮助 父亲呢 有缘保持一颗清新的头脑 让我们可以更无畏 更专注 也更要感谢 所有的父亲同学 无论你是 在哪个阶段 加入了父亲 也或是 已经离开了父亲 走向了 更高的人生平台 我们都是父亲的家人 感谢你们曾经 对父亲的支持 也希望 父亲曾经 给你们带来温暖 回想这三十年 有太多的故事 让我印象深刻 我也想借这个场合 和大家分享一些 一些难忘的顺经吧 三十年前 当时大学生的交通工具 包括我自己吧 基本是自行车 我车骑得不错 曾经骑自行车 到过海南 跟我们复旦的同学 我们自处于创办复兴 也是因为当时 在复旦读书时 一些同学 一起骑车 去了北京 去了海南 这些感受吧 在这些感受当中 我最深刻的就是说 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 让我们认识到 商业 是可以改变 社会的 是可以 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的 所以啊 商业向上 这是我们创业之初 我们 立下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价值观 在创业之初啊 我们几个人啊 也都是冲在一线 骑着车 往返于学校 公司还有客户之间 我记得当年 我们完成的第一笔 咨询业务的时候啊 也是一个暴雨天 当时雨下得太大了 我们就在附近 下了一丝管子 那是 应该说是我们 那时吃过的一个 比较高档次的餐厅了 这在当时还是一件 挺奢侈的一件事 在中国人的影响里啊 水代表了财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啊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肯定 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也就是通过 骑着这几辆自行车的 不断地跑业务 我们开始了 复兴的发展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啊 我们不光是做医药 还做地产 我都相信 我们要坚持 创业时的精神 我们亲力亲为 我们要到一线去 战斗 这一点啊 我觉得也是复兴 复兴一家人 我们必须要坚持的精神之一 尤其是我们 现在有一百多位 全球合伙人 我觉得啊 我希望大家 无论是在哪个赛道或行业 即使是法务或者能力 反正是后勤部门 都必须拥有着 对产业的深刻的了解 一起参加到 浮予创造价值的 这样一种 公司的行为当中来 复兴重视企业家精神 因为我们就是靠着 这股精神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一直说啊 一定要让听得到炮火的人来运营 我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学习的状态 我们要永远去努力 比竞争对手快0.01秒 当然往后啊 我们到了2007年的时候 父亲国际呢 在香港上市了 全球化呢 也被提倡了意识热忱 我记得是在2015年 当时在Clamet的总部 我们一起等到了 最后收购成功的消息 当时我和Henry 以及团队都在一起 这实际上是复兴全球化的 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是我们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品牌 时至今日 我相信Clamet和李文的意义啊 早就远远超过度假村的本身 还是代表了一个家庭 全新的生活方式 这是我在海外啊 做才三个多月 也体验了好几家不同的Clamet 让我最快乐的瞬间 让我感动的时候 总是让我看到 每个度假村啊 大人在享受着假期的时候 他们的儿子们的脸上 那一张张的笑脸 所以包括要上亚亚特兰蒂斯在内 我们给全球的很多家庭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一种全新的幸福的样子 作为一家创立于上海 成长于中国的民营企业 我很自豪地说 我们拥有 数一数二的全球化的能力 尤其是现在 在全球化 面临着很多挑战的时候 复兴这种全球化能力 与国家 与复兴自己 尤其难能可贵 我们又要提到 我们复兴的看医三宝 这也是我经常跟大家提起的 我说看医期间 舍心大家每天喝个舍得酒 色谅的喝点可以杀杀菌 我们努力在帮助舍得酒出海 将中国智慧传递到全球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另一个 我们复兴的疫苗 现在我们的复兴的外界 已经到了香港 到了澳门 德国BioNTech 自属于选择 与复兴合作研发新冠疫苗 就是因为他们认可 复兴医药的研发能力 以及全球化的深度 最后当然 我觉得 我们和真实生物合作的 阿齿福定 已经在各地疫情防控中 广泛应用 正在为中国 抗疫 共性复兴的力量 通过全球化 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 给更多的人 带来了温暖 我们和凯特合作 加卡T技术 迎来中国 为癌症患者 尤其是一些不幸的家庭 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的富宏汉领 十多年全球研发 用最新进的创新药物 帮助人们解决病痛 我们将青蛤虎子 带到非洲 为消除瘧疾 共性了自己的力量 全球化和创新 是复兴非常重要的能力 也一定会是我们 继续坚持的 核心的增长引擎 第三个瞬间 就是我和乡村医生的 几次见面 乡村医生 是复兴基金会 坚持了五年的项目 记得五年前 我第一次去陕西 紫州 走方春卫生室 在那里 我认识的当时 67岁的老春医 正住前 我对乡村医生 是有特殊感情的 小时候 我在农村 有一些得了 急性肝炎 就是依靠村里的 车角医生 帮我的及时治疗 得到了康复 后来 我还在乡村医生 大会上 见过一次郑医生 当时他带了一副 亲手写的对联 送给我 我们守护春医 春医守护大家 我相信 这不只是一句口号 这也是 复兴人的坚持 我们在做好 商业的时候 更要用心 去支持这个社会 帮助这个社会 修身 齐家 立业 祝天下 是我们的初心 也是我们 一直坚持的 企业的价值观 然后还有一个 我特别想说的瞬间 其实很多时候 都可以看到 我在上海工作 浦江两岸晚上 华登出上的时候 我都会从办公室 向回望去 老外滩到BFC 再到我们美丽的寓园 我认为 这是上海最美的样子 而每次我到纽约出差 看到28 Liberty 大楼的时候 我也会由衷地感叹 美 是可以穿越时间 和国界的 我非常希望 一百年后 当人们再次看到 BFC的时候 也可以从心里面 认可它的美 我相信 那时的预言的灯会 还会一直在伴着 复兴要做的 就是给这个世界 留下更多的美好 包括我们富兰集团烂房 Wolfwood St. John 设计Lucy 也包括我们的英超 Wolf 我们的足球队 我们要把产品 打磨得极致 把服务做到极致 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我们要坚持做 真正地做对的事 难的事 需要时间积累的事 当然我知道 这些都很不容易 复兴三十年 我们初心不变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 可以因为复兴的存在 还更加美好 用我们的努力 让全球的家庭 能够享受到更好的 幸福的生活 我们真切地希望 更多的人能更健康 更快乐 更富足地活到一百二十一岁 三十而立 复兴会和所有的同学一起 带着祝天下的初心 坚定情形 也希望 所有复兴同学未来 能继续脱迫自我 勇于尝试 拓展自己的边界 你们拓展的边界 就是复兴的边界 复兴大家庭 永远 欢迎有想法 有能力 有报复的同学 向前 一步步走 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惊信 更多的机遇 正在前方等着我们 相信 未来的三十年 国家更美好 世界更美好 复兴更美好 谢谢大家